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出席会议 公开声明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它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 它只会让川普总统更决定地移动 我认为国务部网络没有明白这个男人 比较华府错综复杂的外交圈官员 在纽约和陈彤彤举行视讯对话的美方协认官员 力挺台湾的声音也大了很多 不过在纽约宣达台湾入联的活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远渡重阳到美国 为台湾公投绕进祈福的新港奉天公开台妈祖 目前安坐在驻纽约办事处 供养人潮间歇不断 处长廖岗明表示目前在联合国 美方对台湾入联的态度是 不支持但是也没公开反对 台湾申请进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案 入会案 那么美方到目前我并没有感觉 他有给我们有积极反对的一个态度 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宣传活动 在纽约街头即将展开 这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次 却也考验着美国对台湾这名运动的 妥协底线 记者蒋静怡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 长报道